半場勝地戰的調整 是很明顯在第一節就有看到 外線三分出手命中 他可以把左手的右手的右手 當然他很強 所以我只是玩著他 讓他把左手的右手 我希望他把左手的右手使用 我希望他把左手的右手使用 我希望他把那些打擊 他在打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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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覺得是很好的打擊 現在就要看這位 要不要靠近籃框來得分 來了 這個Aggressive 相當具有侵略性的打法 結果造成了Damon Stone的犯規 看一下 第一個身體的對方 其實士東已經上是自己身體的重心了 所以沒有命中率了 第二顆裁判給了一個造成 是 待會我們來確認一下 因為Troy Williams看起來 在下三路他也有去撥 所以這個犯規到底是吹在誰的身上 那士東二十五歲 他是上個賽季呢 T1聯盟的得分王 那過往呢 他曾經也有打過NBA的資歷了 七場比賽 這球博打出來之後長籃板 回到了台哥正偉的身上 他就是我自己身體 我就是一個個人 我跟著一位 當然是一位 你老闆 我既然是一位 我既然去到達到的 那裡 那是所有的我都要 我為了得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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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不是靠近了 他能不能自身體 他能夠進行 他可以辨阻 你現在他所謂的 你明確實 就是 所以我只是玩耍他 讓他往左手 我希望他用左手 可以使用 甚至在層面上 我希望他打那些拍子 他在努力上的拍子 我覺得是很好的防守 現在就要看對阿威 要不要靠近藍匡來得分 來了 這個Aggressive 相當具有侵略性的打法 結果造成了Damon Stone的犯規 阿威 背鋼 彈以下轉身單打 那這一波士東守住了 哇 士東真的很想要挑戰 對阿威 好 陛下 在右邊底角Corner 來了一個Long 2 2分 我說過18年在NBA 我不想要回家 我只想要站在這裡 每次我贏 霍華的Like 一個往右邊的動作 倒插步的一個旋轉 對 選擇第二拍的一個進球 Nah